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呢,市场上出现了非常多的共享办公室 而且有很多的国际品牌呢,纷纷来到台湾来展现 那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 到底共享办公室有什么样的魅力 可以吸引不同的工作者去那边工作 还有它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 那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哦 台北市近年来出现很多共享办公室 除了新创公司有需求外呢 在疫情后大型企业也有人员分流的安排 因此对这样的共享办公空间需求提升 在这里不但可以大幅降低 一般办公室使用设备的成本 比起在家工作更可以提升办公效率 另外共用办公室还有一大优势 就是可以认识到其他产业的人脉资源 打听到市场的最新讯息 因此也成为很多外商系业进驻到一个新城市的首选 最近台湾有许多国际的共享办公室品牌进驻 像美国的WeWork 新加坡Cafnew 及Just Code等 这些国际品牌通常一次进来就会有两到三个扩点 都是位在非常进化的地段 而且会依据不同地点附近的产业去做客制化的服务 比如说Just Code在信义区的点 位在市政府捷运站出口附近 以金融或者是科技产业为主 因此除了宽阔的自由工作区外 开放的交易厅 供这里的工作者可以自由地交流 甚至有桌球桌 让工作类的人可以来活动一下筋骨 当然补血糖的点心bar更是不能少 经过跟许多不同的共享办公室业者交流过后 有发现他们经营的最适规模 大概是200到600平的空间 最后呢我们来总结归纳一下 我们共享办公室的商业模式 那总共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 是收取分租办公室的租金 也就是将办公室分割成不同大小空间出租出去 从一人到多人的微型办公空间 甚至到整层出租给企业都有可能 那第二种就是收委托经营管理费用 有的企业或者是政府有神志的大楼空间 若有兴趣做共用办公室 可能就会委托相关的业者来做委托经营管理 那最后一种呢是转投资有潜力的新创团队 这比较像是孵化器或者是加速器 主要收入来源并不是来自于租赁空间 而是投资使用这个空间的新创团队 当有朝一日呢 他们能成功的打进市场 那它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遇咯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ar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